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请各位大头们一起合掌,功练三称本师圣号及开金祭。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圣身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愿解如来真实欲。请放掌。 各位大头们,请放开六祖大师八宝坛经,金本第235页。 我们今天从235页底下的页数。 235页的造主第三行。 主云如是如是,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请看。 主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有主大行。 如去三年,五方四字。 如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述说。 佛法难起,能辞回主矣。 八祖难寻,两月中间。 至大于岭,无主规。 数日不上堂。 众余,亦问曰。 和尚,少病少脑,佛。 曰。 病第五,依法亦难以。 问谁人传授。 曰。 能者得知。 仲乃知焉。 足后数百人来。 亦夺一波。 一生俗姓陈明。 慧明。 先是士品将军。 姓寻出兆。 即亦参寻。 为众人先。 趁即亦能。 能指。 能指下衣钵。 以食。 以食上云。 此衣表信。 可律真也。 能云于草莽中。 慧明智。 所夺不动。 乃幻云。 行者行者。 我会把来。 不畏亦来。 能睡出。 坐磐石上。 慧明坐里云。 望行者。 望行者。 为我说把。 能云。 如祭未把而来。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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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朱元。 悟生云念。 五味如说。 良久慧明。 曰。 不思善。 不思恶。 正与摸食。 不思善。 或者是。。 那个是民尚做的本来面目。 慧能言下大悟。 前面有面说明到了这个。 這個無主婚人大師 對這個神秀大師所做的句子 也說這個句子雖然沒有漸進,但是 一定要修免斗惡道 廢能他也有這個祭宋來 他對這個神秀大師那個祭宋啊 他說,來結來生園,同生佛地 廢能大師到了這個地方 他說我已經來這個地方已經八個多月了 但是從來都沒有到過法堂 來,希望上人啊,能夠帶我到這個 祭宋這錢去旅拜 就祭宋這錢去旅拜 那童子帶著這個廢能大師走到了 這祭宋錢的時候 廢能大師說,我不識字啊 請上人為我讀啊 這個時候,剛好是江州的張別架 也就是張日用 他來到這個地方 他高中的唱頌這個句子 廢能大師說 他也有一個句子啊,一首句子 希望那個別架 張別架,張日用啊 來跟幫他書寫 那張別架又說啦 你這個葛寮啊 你也想做這個句子 實在太稀有了 那六祖道師說 你看說 一邪無障菩提啊 不得請你出邪 下下人有障障制 障障人有墨裔制 如果能夠侵是出邪人 那有無量無邊的追過 當然那個張 張日用 他更新人是很厲害 他一聽的時候 喔 馬上說 好,我來替你寫 但是你如果得法之後 不要忘了要先渡我 那寫完之後 這個六祖道師的祭頌 也是針對 這個神秀大師前面所講的 身是菩提術 民進一... 身是一個字 還是還有著著 身的像 那六祖道師這個 他就直接 從信上來講的 他說 菩提本無數 民進一非財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一個字來講 一個字從 還沒有真正誤本信 的時候 簡單講 還有這個像上 對於這個身見的像 還有這個修行像 一個字的誤了信之後 他從信體上來講的 那當然 這個... 六祖道師做這個祭職之後 祭頌之後 大家都非常驚訝 他說 祈哉不予相貌其人 何德多職啊 使他成為肉臣菩薩 這個時候 五祖匯人道師 看到眾人精怪了 怕人家去傷害六祖道師 他就是... 那個鞋子啊 說那個來自鞋子 鞋子擦走 還沒有見信 希望... 那個... 大眾能夠... 余席 那第二天 那五祖匯人大師啊 那五祖匯人大師啊 就到... 那個對方... 六祖道師在... 那試驗後面... 後面... 在對方去看... 一見這個... 慧能大師 他見到慧能大師 就是他身體綁著這個石頭 因為他身體比較瘦 增加這個工作的效力 所以說六祖... 他就問啊 米熟了沒有 也就是說... 那個... 你憎悟了沒有 他說 欠... 米已經熟了很久了 欠印證 欠塞 有欠塞在 就... 還沒有經過... 師父你的印證 那個... 五祖匯人大師 敲了這個三下 那... 葬籍對三下而去 當然... 六祖道師... 也... 了解... 師父的意思 所以三更半夜... 三更... 三更半夜... 他到了這個... 五祖匯人大師的方藏寺 那五祖道師就... 為... 這與這加渣... 這為... 也是一樣 跟他說... 金剛經... 講到... 應無所助而生其心的時候 六祖道師就... 言下大悟 悟什麼... 一切萬法不離自信 所以說... 六祖道師所悟的... 我們要體... 借著... 我們的經障... 因為我們禪宗來講... 他是借教悟宗 瞭解... 喔...為什麼... 一樣的... 應無所助而生其心 一個是... 開始見了... 離體... 到... 五祖匯人大師在... 為他講... 金剛經... 同樣是講... 在應無所助而生其心的時候 他言下大悟... 一個是體... 所以說... 一個是誤了... 整個法界... 法界... 只有誤... 就是我們如...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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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他的体,体现是这样的 但是他能够生万法,误了自讯之后 六祖道师做了个祭祖,祭祀 这五所祭,我们一定要 常常要去体悟这个 六祖道师,慧人道师所做,开悟的这五所祭,何其自讯本是亲近 他本来亲近 我们真心他是急躁的,他当然是亲近的,他急躁的,他不长万俊的 他就有节制的功能 这一念,各位末学在听,各位听末学在讲话,清清楚楚明白白,这一念心性 就是你闻性 他显现出来的 清清楚楚明白白 但是当我们读了 生音像的时候 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怎么样的时候 那就我们被这个 生音像所转 那个我们的功能性,他永远都是这样子 但是被转的就是我们着了像之后 见像,着像 闻生 这个着了生成像 那生成像的时候,那我们就 变成 从我们真如,本来是急躁真心 变成了我们的四心 变成八十五十心的作用 差别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悟本真心,就是悟,我们这一念 清清楚楚明白白,他是急躁 他急躁 四心 是有分别执着的,是我们八十五十心 所以说何其之心,他本来就清净 何其之心,他本来就不生命 不会被境界 生成像 所影响,不会生命,他本 他本是祭祖,每一个 我们众生 一切众生,他本来就祭祖的 我们听了清清楚楚明白白 朱博主乃也是听了清清楚楚明白白 包括促真 你看狗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清清楚明白,这个东西本来就有的东西 习气不同而已 听了真意的时候,这个 着了生成像的习气不同 差别是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一念真心,我们各位现在反照了,就是这一念 清清楚,他本来就是 本智清净 本不生命 他本智祭祖 而且能够 他 祭祖了一切万法 但是他不动摇,对任何境界 他都不受影响 而且他能够生万法 简单讲 为什么能够生万法 是延期啦 因 我们讲说延期,所以讲的延期 以这个因,照做的因 依照这个延,有这个因延 记住的时候,果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说 延期 是我们 讲的是因果 简单讲 是因果 所谓的延期 一切都是延期法 十八戒 我们所看的十八戒 通通都是我们这一念清的 无尽的延期 他所显现出来的 幻象 真正的不变的就是我们一针八戒 所以 当我们在四浪 监老师常常用这个四浪 攀岩的时候,我们四星会有 波动 真如是 不变不遇的 那随着我们攀岩的时候,到四浪 波动了,四浪了 四浪比较轻的,很轻微的四浪 我们称为 是抱状园图 所看的现象显现出来 庄园图 体也是从我们真如体显现出来的 那稍微再粗一点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讲方便友谊图 是我们身文言节的 所境界 那我们是 凡胜同袭图 所以 我们了解,我们这通通都是我们这一念心 随 我们染进奥元变现了这个十法界 然后进炎变现了 这个四胜法界 染炎变现了这六凡法界 这个我们一定要 常常 要体会到 否则的话,我们对于 心法道理,我们 很难去体会到 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 开悟见信 神修 那个慧能大师所做的 五手祭祀 所以常常讲说这个祭祀里面 见风老宝子早期常听到 他说这个 就是 五手祭祀就是一部 花园群,展开来就是一部花园群 没有错啊 都是我们,花园群是我们新 所讲的都是我们 新的 新的,我们这一面 如来藏妙僧俗信 他的一个 无 庄严 所显现出来这个 这现象 所以说通通 都不离自信 所以 吴祖恩大师听到这个 神修大师做这个 祭祀之后 他是 祭名 藏夫 天人 师佛 这就是我们讲的 佛的十大名号之一 所以 三根寿 不禁人之 所以他传授了这个 把依法传给了 六祖 六祖慧能大师之后 他就说告诉 慧能大师说 善智 互念 广度有群 流步将来 并且他做了一个 祭颂 这个祭颂就是 吴祖恩大师的 传法 传法祭 有群来下宗 因帝国还生 无群既无种 无信 亦无生 这个 我们上个星期都说明过了 接下来 吴祖恩大师说 从 大摩祖师以来 来东土 以来 祭祖恩大师 就是传 互传 此 医法 医法 因为 六祖道师 接受了医法之后 他就 告诉六祖道师 自古以来 大摩祖师从 这个 到 东土以来 他所传授的就是 传此 予以为 信体 代代相传 保得以心传心 接近 自悟自觉 所以自悟自觉 简单讲 就算悟了之后 原来自觉之后 你就会体会到 我们这一念心性有 无尽的这个功能 了解了 我们自信 跟诸博是 无奥无别的 诸博这念心性跟我们的心境都是一样的 只是在我们习气的 染境的差别而已 本性都一样 我看有些 有些那个 因为有些的这个自信很多 有些人讲说 我们的自信跟博是不同的 不同的 要怎么修修修修到最后再通 自信本是相同的 但是我们是染污了 现在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的习气太重了 把我们习气本有的这个 功能把它盖住了 当然我们需要修 修的时候把我们 我们成购去掉的时候 那功能就显现出来了 他本来是具足的 所以不是说我们现在跟 跟诸博如来的这个 自信是不同的 不是不同 是习气的染污不同 自信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被这个 我们的习气 盖住了 他简发不出来 他的功能妙用 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 所以说 底下说 自古 自古薄 自古薄薄为传本体 诗诗密布本心 以 一 一为争端 只如 悟传 就是到以后 也就是 无准道师 告诉六祖道师以后 一把就不再传下去了 如果说再传这个一把下去的时候 命如弦师 要 六祖道师、慧能道师赶快离开 离开这个地方 恐怕人家来 因为大家认为 这个 福祖文道师 会把一波 传给这个神秀道师 怎么会去传给这个 从来 未成 那个树 库院的这个 慧能大师呢 看起来是干干瘦瘦的 看起来是 怎么会 把这一把传给了 六祖慧能大师呢 所以说无准道师 请他赶快离开这里 那六祖道师就像 那我要 要到哪里去呢 祖云 蓬怀则止 亦慧则灭 慧能 那三更 三更半夜的 领的这个 衣钵之后 他说 能本是 南 南中人 因为他 广东人嘛 对不对 南方广东人 不知道这个山路要怎么走 要怎么样 坐船 怎么 怎么样 到江口去呢 那五祖道师说 不惜忧啦 我自送主啦 那 五祖慧能大师 就送到 六祖道师到了九江 那 旁边有一个 这个 叫 江边有一支 船 船 所以五祖道师就 请这个 慧能大师站船 五祖道师就把 船 蒋 自己来摇 六祖道师说 请侯上说啦 弟子 何 何摇如啦 我弟子来 罚蒋啦 蒋让我弟子来罚啦 五祖道师说 何者 无度 何是我度 那 慧能大师说 迷失失度 勿了是自度 所以 悟的时候 那当然啦 制度就是 观照嘛 观照方向 习记还在嘛 迷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这些自信 喔原来是我们这个自信 法界原来就是通通是我们如爱上妙真如信 我们还没有悟我们借着 我们新帝法门的向禅经他直接了当的告诉我们这个 所以禅宗他直接了当 悟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观照 所以 路民虽一 用处不同 所以慧能 身在 边方 所以因为他是广东人 语言 有广东腔 所以 他说 蒙 蒙师父法 金与得 金与得物啦 何者自信之度 我们站个星期一说明到这个地方 自信之度 刚刚讲的自信之度就是观照啦 不在谜啦 不在谜啦 因为你已经知道万把都是我们自己 这些自信嘛 所以金刚经讲说 怎么样 修 不起一像如如不动 因为一切像 都是我们心的 那我们讲 他的 延起的这个幻像 我们心的一个显现出来的 假像 所以 前面讲的 这 无主 六主道是说 那个 自信之度 子和自信之度 无主人道是就 就印证了 如是 如是 他说以后呢 佛法 佛法有辱大行 如去三年 五方四四 好 如今好去 努力向南 不宜诉说啦 那佛法难起啊 吴主恩大师 要告诉 慧能大师啊 也就是印证他 你的这个 见记是正确的 就是这样子 没有错 合者自信之度 就是这样子 以后 那佛法呢 那佛法呢 就是指指人心 建训成佛的方法 又由你来弘扬啦 将来就把这佛法广行一事啦 你离开后三年啊 我会离开的这个世间 所以如今好去啊 就是 是 向前面所说的 善智互念 努力向南 你赶紧往南走 不宜诉说啦 佛法难起 但是不要急着传法啦 佛法难起就是现在的 也就是说现在的大圣佛法的元啊 还没有 成熟啦 你现在不要急着弘扬这 传法 元还没有记住啦 你先隐藏一阵子 等以后 元成熟的时候 再来弘扬大圣 传法 那 李教说 能辞为主语 八足难行 两月中间 至大于灵 也就是 能就是 慧能大支啊 只慧能大支啊 为就是指晚辈 晚辈 也就是说晚辈要离开长辈啦 六大师就辞行了五祖非能大支 之后他就往 南走了 走两个多月 他就到 大伊林 你看他来的时候啊 走了 两点一个月对不对 那现在呢 要回到大伊林的时候他走两个多月 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 前面 会能大支支 为了求 印证啊 为法王区的精神啊 真的 我们从这边就可以 体会 体会到 真的是令人 佩服啊 现在要走回去的 要走两个多月啊 到大伊林 这大伊林 也就是 山的名称 他是在 江西省的 大伊县 南 以南 跟这个南边跟这广东省的 这南雄 伊林这个地方啊 所以说大伊林 这个两个你看 也就是 江西省跟短东省这个交界 五岭之南啊 他边界 边界的地方 六祖大支 组组组组组组两个多月才到了这个 大伊林 我们再看 底下 两百三十五月 最后一行中间 吴祖归 述日 不上堂 纵于 î问曰 合尚 少病 少脑佛 曰,并既无依靶与难以,问谁人传授,曰,能走得知, 众乃之焉,如后数百人来,一夺一波,一生属信臣民惠民, 先是赐品将军信寻出道,急欲参寻,为众人先,趁急于能, 能直下一波于时尚人,此一表性合力争也, 能隐于草莽中,惠民志,提夺不动,乃幻缘,行者行者, 我未把来,不畏欲来,能睡出坐磐石上,惠民坐里云, 望行者,为我说法,能云,如既为马鸥来,可贫习诸言, 勿生云念,无畏如说,良久为民曰,不知善,不知恶, 正与摸持,那个是民藏座的本来面目,会能眼下大悟。 你看这个一圆,那个六祖大师,一这样子演起, 这样子就演下大悟了,六祖大师送了这个五祖文哲大师, 送六祖大师到渡江之后,他就回到了这个东禅寺了, 那过了好几天,他都没有上堂,没有上堂的说法。 所以大宗心中就很怀疑啦,有疑惑啦,就去问五祖文大师说, 和尚少病少恼否,就是佛教的问候语啊。 五祖文大师说,病倒是没有啦,那五祖大师借着这个言啊, 他就说啦,我已把这个衣法传到南方去了。 这时候大宗就问他,那是者们得衣法呢? 五祖文大师说,能者得之啊。 这个能啊,有着相关语,一方面是指会能大师,能嘛,会能嘛。 一方面就是,有能力,能够担负衣法的人啊。 所以,而且能够,能入伯自见的人得之啊。 所以大家知道,那一定是会能大师嘛。 得了衣法之后,所以有数百人便在后面追赶了。 六祖大师,想把这衣钵啊,都回来。 还好,当时候吴祖文大师就把衣钵传给六祖大师之后, 叫他赶快,不予久留了,叫他赶紧离开。 你看这个,几百个人啊,一直想要把这衣钵都回来啊。 这个时候,有一位生俗姓陈,名是慧明。 其中有一位出家人啊,他是姓陈啊,这叫慧明。 他以前曾做这个,做过这个四品将军。 他身体啊,很健壮,很好。 那这性情比较粗,比较粗糙一点。 我们讲出线条啦,不要粗糙。 极易参巡,他很热心,一心想得回这个六祖大师手中的一波。 所以他就很快的跑到众人的面前,趁机云人。 因为他比人家个子高大,比人家跑得快。 追上六祖大师。 六祖大师,看到后面有人追上来了,就把,赶快把这个衣钵放在这个石头,一个大石头上。 他自己,就在这个草莽里面,躲在草莽里面。 他就大声地说啦,一波是表信物的。 你想得到这,他要靠你,要靠自己的本事啊。 这一波就简单讲就是要,最起码都是要,入伯之见。 最起码,明心见性,它这个是象征信物的意思。 这个信物可利,可利争也啊。 并不是说你要夺回这个,一波啊。 这个一波就可以开悟啦。 你想把这个,夺回这个一波,就有用了。 就这样子就可以开悟了嘛。 光是就有这个一波,又有什么用呢? 怎么可以蛮力的来躲起呢? 所以能隐于草莽中,会能到那边要提夺,提夺不动。 就主大师,因为大师隐藏在这个草,那个草啊。 那肝草很长,就躲在那个草莽中。 那慧民,他听了之后,看到了一波。 但是,他要拿一波的时候,哇!躲不动。 哇!好重啊! 他提不动啊! 这个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慧民要拿一波的时候, 听到六主大师说,此一表性,可利争也。 因为,因为他本来就是四平将军了。 你看,一个将军,他的生活都是比较荣华富贵。 但是,他之前的时候,你看,他生活非常富有。 但是他出家啦,可见他也是一样,上根深厚的。 当他一听到这个慧民大师,这样子一句话, 他自己觉得很惭愧。 还有另一种说法,也就是说, 夺法不坏四肩法。 有护法的感应。 我们讲感应,倒焦啦。 当他去拿一波的时候, 护法神要护持着,加护持着。 所以说他拿提,夺不动。 所以产生了一种敬畏的心。 产生惭愧的心。 所以,他乃幻云啊。 行者,行者,我是为法熬来的,不是为一波啦。 因为他,当他提不动的时候, 他大自欲惊,心生敬畏啦。 所以说他就大声地说啊。 这位大修行人啊,我不是为抢一波,夺一波熬来的, 可是我是为法熬来的。 所以能睡出座盘石上。 就会能大修行人之后,听了之后, 听了慧民将军这番话之后, 他是为法熬来的, 而不是为夺一波熬来的。 他就从草堆里面走出来啦。 盘坐在石头上。 那慧民就坐礼啦。 云啊,望人者为我说法。 慧民将军听了六祖道师之后, 这番,见了六祖道师之后, 慧民见了,看到因为他坐在石头上了, 见了六祖道师之后, 他就坐礼,就问信的意思啦。 那时候还没有出家。 慧民是出家啦。 慧民将军是出家, 所以慧民以作礼, 作为礼拜的意思, 问信的意思啦。 就说,希望你能, 你这个大修君人啊, 能够为我说法能云, 如既为法熬来, 可平息诸言, 悟生于念, 吾未如说。 所以六祖道师就说了, 好,那既然你是为法熬来的时候, 那你现在, 你就坐下来, 平息诸言, 平息诸言, 简单讲是万言放下啦。 你就万言放下, 你就坐下来, 万言放下。 悟生于念, 我为主说。 其实这个平息诸言啊, 这句话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要什么, 要我们放下万言。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心都在攀岩嘛, 攀岩这个。 所以说, 当我们心万言放下, 放下万言的时候, 你看,心自然就亲近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心不断地在往外攀岩, 所以妄想分配。 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自心移住, 放下万言的时候, 你就体会到我们这些心。 本来就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我们现在攀岩习惯了, 心念就, 他从来, 心念不能止息啊, 不断地攀岩啦, 所以心念从来是没有亲近过啦。 所以愣言经告诉我们, 狂心自歇歇计菩提啊。 所以当我们狂心一歇的时候, 当下这念心就是菩提。 所以当我们放下万言了, 清清楚楚明白, 这念心就是菩提心。 就是菩提啦。 为什么《金刚经》里面说, 善男子善言, 八岸中的三秒三菩提心, 云和映住, 云和降伏其心。 佛陀就回答啦。 西菩提他所问的话, 他说, 诸菩萨摩沙, 映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软生、胎生、失生、化生, 有瘦无瘦,有想无想, 皆令住, 非我想非我想, 我皆令入无欲捏盘, 而灭渡之。 如是灭渡, 无量无边众生, 十五众生, 得灭渡者, 会故去菩提。 若菩提,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射手相, 即悲菩萨。 菩提, 菩提, 菩萨以法, 因无所度而行菩提。 所谓, 不助射菩提, 不助身相, 未处法, 不失。 因无所助, 而行不失。 所以说这个不失, 其实是叫我们舍。 六度万分的这个, 借修得, 选信得, 这个第一个, 不失度, 就是叫我们先舍。 那我们舍贪嘛, 我们, 我们念念都是, 之为之有的, 念念都贪, 舍不得就贪, 所以先叫我们舍。 所以这个舍, 第一个, 我们企图贪, 第二个, 不知可以让对方得到好处, 对不对? 所以先舍, 我们讲舍, 叫我们先舍外贪, 叫我们不要执着外贪, 外贪舍掉了, 最后我们才能够舍, 那心自然就清净了, 所以如果我们不知, 如果说这不知, 还有这个得到不报啦, 或是增长我, 那想得到, 你为什么要做不知? 啊,来一次得到不报, 那是增长, 还是要增长我之啊, 我之增长了, 那烦恼, 当然断不了啦,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先了解实相, 先悟本心之后, 了解一切万法, 不离自信, 了解一切万法都是我们这些心, 通通都是我们的心, 你想得也得不到, 通通都是结代的一心而已, 了解这四真相之后, 我们要放下就比较容易啦, 所以容易放下万元, 放下身心万法, 能够真正心, 能够得到清静, 不再攀岩了, 所以六祖道士告诉慧民比丘啦, 平息朱远, 勿生云远, 我未如说, 良久, 慧民曰, 不失善, 不失恶, 正与摸实是, 名上座的本来面目, 你看, 过了很久了, 这个时候六祖道士看到慧民, 心清静啦, 就说, 不失善, 不失恶, 这个时候, 是你明上座的本来面目, 这因为慧民比丘, 这个时候勿生云远, 心已清静啦, 这云远清静心,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本心, 因为, 他来的时候了, 心里还有想要夺一波的这个念头啊, 所以说, 提, 提夺不动的时候, 心生畏惧了, 这个时候, 诶, 他放, 心放下来啦, 平息望, 平息望, 平息望远啦, 然後勿生云念, 这个时候, 心念已经止息啦, 心清静啦, 剩下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念心, 他这一念心没有妄想, 所以, 这个时候, 不思善不思恶, 就你要两边, 我们是, 都是多在两边, 一个是善恶两边, 所以, 六祖大师说, 不思善不思恶, 这一念, 就是, 你本来的面目, 也就是, 各位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念心, 就是各位, 大德本来的面目, 那一念心就是空, 空灵, 我们讲, 空灵, 空灵, 空, 因为他明明白白, 但是他体性找不到, 是空的, 他有体有用, 所以说, 所以我们, 空灵不耀的本心, 就是, 本心就是, 空灵不耀, 不剁两端, 所以远家, 宣节禅词在《真道歌》里面讲, 极耀常造, 造耀常吉, 这个奏用, 它是, 极耀常用, 用耀常吉, 作用都是他, 那就是我们的, 禅家所讲的本地风光, 我们每一个人的, 亲近无相心, 如果我们心不攀岩了, 那个亲近无相的, 心的作用, 那就是我们讲, 剝露智慧, 所以, 剝露智慧是我们, 本来是, 我们各个人, 人人本寄的, 也就是我们人人本寄的智慧, 如果我们, 心攀岩了, 那我也是讲, 种子起先行, 先行君种子, 那就有无量无边的烦恼, 所以智慧的心, 就变成我们人家烦恼的心, 本来是剝露智慧, 就变成我们的, 翻部的烦恼心, 所以说我们讲, 住向真心, 就生烦恼, 离向真心, 就是生菩提, 这剝露智慧啦, 所以慧明大师, 当下就, 气慧无相的这件真心, 所以, 他眼下大悟, 原来, 所有的根层接触, 一切都是真心, 他所悟的就是, 心体空极, 无相的亲近本性, 但他根层接触的时候, 能生万法, 为什么能生万法? 清清楚明白, 提用不傲, 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子, 这个作用很简单, 为什么呢? 我们讲, 只有能够讲, 法性如是, 它本来就这样子, 所以当慧明, 他言下大悟以后, 他接着又问, 不问云上密与密欲外, 还更有密欲佛能源, 云辱说者, 既非密也, 如若返照, 密在如边, 虽然他已经误了这念真心了, 接着他就又问, 那上来就是, 从上以来啦, 也就是从佛陀传法到现在啦, 佛陀当之后, 在大饭店问佛结衣经里面, 那佛陀, 大饭店问佛陀, 拿着这个金瘦佛陀花, 对不对? 供佛, 佛脸花为效, 视线佛训的作用, 其实就是佛训, 这个佛训就是这一讲的密欲, 密欲, 密欲就是佛, 何其自尽佛都说, 郁正宇佛说了, 我有正法眼上、 实将无相、 烈梵妙心、 不处于辱, 不处于辱。 所以密欲也就是, 六祖非人大师所说的, 那个 前面讲的那五所即止, 那就是密欲! 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是, 他的功能就是, 何其自尽, 本是親親,何其自信? 本不生命,何其自信? 本不動搖,何其自信? 他本是祭祖能生萬法 所以說這個無所俱旨,你看當然 誤了本性才能夠把我們這一念心圓滿的 以這個無所俱旨說的那麼圓滿 所以他言下頓入了,不假思說了 所以只有言下棄物 為什麼這樣?法華族是沒有道理可說的 所以古兜講說,說是一物既不重 你物言下棄物 不能落在心意識裡面,只能直下匯取 離言說像靈明志像,離切的相對待著 不需要透過文字的解釋 直下能夠匯取我們本來無助真心 本來這念心就是本來就親近的 他有體有用,記體記用,記用記體 清清楚楚明白明白這念心 所以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文字這個因緣 我們也可以誤到我們本心 所以說本心裡面 他不斷的在某一個處都不斷的叫我們去誤本性 你看前面如果說是上根立志的 菩提自信本自清靜,但以此心直了成佛 那個根性立了他就誤到啦 他就跟那個六祖廢神大師聽到 應無所助好生其心 一起同空之妙 你看我們為什麼講說這個 我們這本心叫離文字呢 你看我們达摩祖師啊,傳靶的時候啊 他不是叫這個門下嗎 因為他這樣進了,他要回印度了 他要把把船傳下去啊 所以达摩祖師教他們 把門下把他們所誤到的這個心得啊 來說說看,來說來聽聽看 那個道復,道復啊,道復他就講了 如我所見,不只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 达摩祖師就回答,如得我的皮 那換一位你懂詞啊 就說啦 我所,我會所見啊 如慶 慶元見這個阿醋皮婆啦 一見更不再見 达摩祖師說,如得我,五肉 你懂得我的肉 那接下來換個道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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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本空,五因卑有 而我見啊 而我見處啊,吾有一法可得 达摩祖師說,如得我的福 那最後換一個,那慧可道師啊 他走,他沒有說什麼 走到达摩祖師的這個面前,頂禮善拜 然後回到座位了 达摩祖師說,如得我的誰 你看,我們的佛信 他不需要經過這個文字啊 他的作用有體有用 那有體當下的作用俱視啊 他不落心意識的 不是說,啊,以這個文字像 言說像 他直接的簡用 直下 匯起我們這一天心 之後,达摩祖師就把這 把傳給了慧可 大師 慧可大師 成為我們 什麼中國禪宗的 第二代的祖師 其他三年都是 落在這文字像裡面 心還存有這個法像 你看,金剛經講 一切法 因如是知 如是信解 不生法像 金剛經裡面就有一段這經文 還有文字像 還有心言像 還有這個 那就 還有知見在 沒有直下匯起 當下這念心的作用 那就是密 所以就主道師說 若如反照 密在如邊 佛性隨時都在我們的身上 身心上的作用 所以我們常講 火頭常講 日用而不知 就誤了 我們這邊空極的這念心 但是我們這六 我們講說 六根接觸六層 粒粒分明 一切都是它的作用 通通都是 所以我們 常以那個 不再合葬 那個手記 夜夜抱佛敏 超超煩共喜 喜作正相隨 與若同居子 之豪不相離 如行隱相事 亦是佛去處 指這因生事 你說話的也是 我們佛性的作用 你走路的也是 你所有的作用 通通都是不離開佛性的作用 你要找佛性的作用 找佛的體 你找不到 因為它 它是清淨 它空零零空的 那就是 祕在乳邊 這個 本來是不生不滅的 本體的作用 體用不傲 本性 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我們自己 回觀版照 我們最起碼認識我們自己這一念 哦 原來這一念心 時時刻刻都在啊 我們佛性 此之刻在 我們最念心的作用啊 所以 慧民 將軍祂真正開悟啦 說明曰啦 慧民雖在黃梅 十未尋審自己面目 那 今蒙子嗜 如人雲水人暖自知 行者 今行者 既慧民之也 所以慧民將比丘呢 他 開悟之後 他就說 我雖然在黃梅這邊修行啊 那麼多年 但是還沒有真正的 悟了自己本來的面目 還沒有了解自己的本來的面目 那什麼是我們自己的本來的面目 其實就是我們這念心的清清楚楚明白白 這念功能 通通都是 是我們本來的 本有的 每一個人本有的 那我們要知道這個道理啊 藉著這個文字 我們可以體會到 原來我們這念心 時時刻刻都在我們這念身心上 每一天都在作用 我現在 最起碼 給我們這樣子一點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 烈烈的體會到 我們自己的本地風光 所以如人雲水人暖自知 講不出來 所以密在如邊 瞭解這個境界 就是沒有辦法說 只是能夠直下會起 原來是這樣 你看夾山 以前夾山 散會禪師開悟的時候 他做了一句句子 明明無物法 物法竊迷人 長疏兩腳臥 無為欲無身 他直下會起 不假問事 不假思所 直下承擔 所以惠明就接著就跟 六主道次說 今行者 既是惠明師也 他說 你以後就是 我的老師 以後 你就是我的師父 能曰 如若如是 無語如同 師 防眉 善自護持 六主道次 非常謙虛 對惠明比丘說 不是啊不是啊 你今天能夠開悟的是 過去你做到 無主婚大師的教話 教導啊 以及你長久來的努力 用功的結果 今天只是 藉著這個 一個園 開悟 讓他 讓你再開悟好一點 我跟你是同個師 同師啊 是黃梅啦 都是 師父都在黃梅 這無主婚大師 我們兩個算是什麼 師兄弟啦 都是同一個老師啦 所以 善自護持 你現在可以好好的 保護 你這念真心 善自護念 這就是 誤了 誤後啟修 誤了本心之後 時時保持 這念 清靜不染 不被外面境界所轉的 詞 詞就是能夠 依持這個 我們本來的面目 不再讓它 撕掉 接下來 明又問了 慧民 今後 何處 何則去呢 能曰 逢言 則子 一蒙 則姬啊 這個時候 慧民 接著又問六祖道師了 今後我該往什麼地方去 才好呢 也就是問六祖道師 以後他的法源在哪裡呢 那六祖道師 叫做 逢言 則子 這言就是 江西省 那個 援州府啦 江是 是這個 這個學府啦 援州府 六祖道師告訴他 你到了江西省的援州府這個地方啊 你就 停下來啦 停腳啦 等到 基岩 基岩 成熟了之後啊 一蒙 著姬啊 你就在 這個 援州 蒙山 定姬下來了 那慧民 你就聽了六祖道師的指示之後 他就走到了 援州蒙山的 基柱 在這裡 遇到了 一位 那個 秀才鬼啊 也是他做 前做 他生前 由於他生前還沒有修行啊 他悟道了 以後 淪為這個鬼 所以這個秀才鬼 他 做了一首詩啊 這詩寫著 這個 極極荒嬌 夢一長 古今成敗 來 賴子良 那個 野草 書花 念 多少 苦雨 風霜 斷 極斷長 那 夜與雲光 同入出 五根 南口 這個 南河 隱形場 隱形場 毀不當 毀不當初修心地 劇子 是 這個 表 三 類兩行 這一首 劇子啊 他其實是 奉獻自人啊 在 趁著在人 人到的時候啊 要趕緊修行啊 所以 慧民啊 比丘這 就為這個 秀才 這鬼說法 他說 幫他超度啦 像 我們把慧一樣 做完之後 放蒙山 放蒙山 其實就是 渡鬼 這意思 那 慧民 比丘 這 這個 明 李子 就是他 辭勤了六祖大師之後 這 明 回 至 臨下 未 趁重耶 向智 摧 摧 摧 為 欲無蹤跡 當別 懸道之 那個 趁重懸 以為然 就 慧民 比丘 辭了六祖大師之後 他就往 這個 往回走了 在山領下 他遇到了這個 躲一波的這一些 跟他 他們講 前面是小山丘啦 我剛從這上面下來啦 但是 我找不到這個狗寮啦 就沒有找到那個 那個一波啦 沒有找到慧能大師啦 沒有找到他啦 所以我已經 找過啦 你們不用再找啦 眾人就是信以為真啦 所以就沒有繼續 往下去 去找 他們 往別的地方去找啦 其實 你看 當時候六祖大師就在那裡 慧民 比丘 為了方便的妄語 為了 要幫助六祖大師 你看 躲過這個 躲過一難 躲過一難 慧民 後來就改名為 那個 道明 六祖大師會給他 改 改為道明 主要是 能夠 為必 你看那個 因為慧能大師 慧能法師 的 這是 恩 你看我們 從這裡 在過程之中 我們就會了解 六祖大師 雖然不是 但是 能夠 這樣子 依這樣子 各種的因緣 我們 從六祖大師的 這個 過程之中 他 我們從六祖大師的 他是一心求道 為法亡驅 對不對 雖然他不識智 那我們有識智 我們懂得那麼多佛法 我們研究那麼多經典 目的 目的 從我們團總來講 是借這個經典 借教物中 物文的本心 而不是去研究經典 到底是說什麼 那就變成我們講 佛學常識 依經典的道理 物文的電源本心 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每一個人能人本技 因為我們是在 世間上來講 學習這個 一般世間的學問太久了 我們都是用研究的 所以佛經就把它變成研究了 所以為什麼 那 任邪經 傳給 會口大師之後 到了吳祖恩大師 他就 沒有再以任邪經 作為運行經典 作為 以金剛經 因為大家就把 任邪經來變成研究 學問了 是這樣子 所以心啊 都是被文字所轉的 所以我們了解 原來 六祖大師 他不是智 他是一心向道 簡單講 他是一心求法的心切 那世間求法 他是因為他已經得法了 他是希望 希望得到 吳祖恩大師的印證 而已 我們再看底下 這個237月的 那個 經文第三行 下半段這個地方 我們看 能後至潮溪 又被惡人尋逐 乃於四會獻 避難獵人對中 凡經一時五載 凡經一時五載 時與獵人 隨於說法 獵人常令所往 每見生命 盡放之 每日飯時 以菜氣煮 肉鍋 或問 或問 則對曰 但吃肉鞭菜 一日思為 時當紅靶 不可 中頓 所以出自廣州法縣市 指印中法師講 涅槃君 時有 風吹翻動 一身雲風吹 一身雲翻動 一身雲翻動 一論不語 能禁曰 不是翻動 不是風吹 人者驚動 一時亥然 這六土大師 後來到了這個 到了這七江的這個潮溪啊 他又被這個 惡人啊 追趕到一直 到了智慧縣這個地方 他就躲在那個獵人隊中啊 這經過了十五 十五年 十五載 十五年的 期間啊 一有機會 就經常對那個獵人啊 隨機為他們說法 這些為人看到 六土大師 是一個修情人 所以 又常常 為人說法 所以不忍心叫他 做打獵的這個 出門的工作 叫他去鎖網 鎖住那個網啊 的工作 那個網就是要 往那個鳥啦 當六土大師 做鎖網工作的時候 他每次看到那個動物啊 還活著 被他網住了 他就把它放掉了 還是真的 死了 又帶回去 每天吃飯的時候 他總是 將蔬菜啊 我們常常講 吃素了 欸 有時候不方便 吃肉鞭菜就是這個 也是從這 因緣而來的 所以當時候就 主要指說 只是為了 因緣方便 所以 環境的這個關係 所以他 那時候只有吃肉鞭菜 我們講 勤悲 可以啦 那一日思維啊 當時候 當時紅靶不可遵動 這個這一段 一直到了 這個翻動 瘋動 這個 這一段經文 其實剛練過了 這六土大師在 練對 一躲了躲了15年 對不對 他想 一年差不多啦 快成熟啦 對不對 應該出來紅靶才對啊 不能一直躲在這個 深山裡頭啦 他就 走出來 到了 廣 廣州的法信寺 這個時候 法信寺也就是現在的 光孝寺 那個時候 恰好是遇到了 印宗法師 正在講這個 涅槃經 這涅槃經 有兩種版本 一種是 這個 譚吳 譚 傳屈所印的 40本 大波烈盤經 這大波烈盤經 也稱為 北扁 北扁的 這個烈盤經 後來傳到南方 那個時候 有慧眼 慧眼跟慧觀兩位法師啊 和幾位基士同時整理36本的這個 《涅槃經》 之後 我說我們那時候我們稱為南本的這個《涅槃經》 其實內容都是大同小異 只是章節的重新編開的整理的這個 內容其實是一樣 所以《涅槃經》是佛祖面之後所說的一部大盛了一的經典 講法身不面 我們檢老師現在講了大部《涅槃經》講了十年了 講了六百二十多頁 六百三十多頁而已 講了十年了 他預計可能要再講一兩年了 講了一部大盛了半天 講十二三年了 講非常的維繫 包括我們講的 你看上個星期講的佛信 他從彭繫這樣子不斷不斷的提心 包括那個天台宗所講的 我們講的六祭佛裡面 李祭佛 明治祭佛 觀尋祭佛 還有本正祭佛 李祭 你看李祭明治祭 李祭明治祭 那就是我們講了了解我們自盡自佛 從這邊起觀照 觀行 觀行之後 我們心才能不斷的清淨 能夠達到相似 到相似之後才能夠辨證 到辨證到究竟 這個怎麼修 哇 那講得很清楚 甚至於菩薩用各種身形這樣子變化 幫助眾生 包括割肉 那個不容易 因為他破我 菩薩真正到最後就是破我子 他以過去的樂園 對不對 他變現了這一種的 這幫助眾生 利益眾生 教化眾生的功能 其實都是證了佛訓之後 你看我把我子破了 那一念心的功能顯現出來的 那不適宜的功能 所以說 像普年平裡面所講的 印以合身得度者 記憲合身為其說法 那個都是我們自信本記的功能 當我們言成熟的時候 佛普渣以各種真情來幫助我們 像我們禪宗裡面的很多禪師 對不對 一下子 血在斷了 對不對 聽到沟裡唱的 你若無心 我便學會開悟啦 有的是禪師每天騎馬 騎離子到山上去採茶 有一天突然雨下 當然連馬都掉到釣繩裡面開悟啦 所以說 這個種種因緣都是菩薩的助緣在 各種因緣讓我們開悟見信 所以你看這部涅槃經 這部涅槃經 你看他是那個 運光大師在講涅槃經 我們簡單的把這個運光法師啊 他是姓 他是姓印 他是蘇州 無錫的這個地方人 他出家的時候 他是專員這個涅槃經 他在唐高宗的時候 他就很有名氣了 所以他到了唐高宗 唐泉宗 在元年的時候 他到了京城 也就北京城了 這個時候 唐高宗對他非常的敬仰 並供養他一個寺院 一所寺院 叫做大盡愛事 大盡愛事 那唐高宗希望他能夠住持在北京城 可是那個運中法師啊 他自己覺得啦 他還沒有明信見信啊 所以必須要繼續參學 所以他很謙虛的 說沒有接受皇帝的這個 賜給他的這個試驗 所以就到了這個 齊州 黃梅縣這個地方 親近了 無主婚人大師 後來隨著姬炎 又到了廣州法縣寺 住職在這個地方 法縣寺 所以他就在這個地方 一直弘揚這個涅槃經 後來遇到六祖大師 他就真正的開悟了 所以運中大師 他在唐玄宗先延奧年 就在六祖大師 元級之後的第二年 他元級了 他享年是87歲 他古得講 如果當之後沒有六祖大師 廢人大師 能夠他在千下之心 也沒有現在的這個運中大師啊 或許他們是過去生同修道友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姻緣 那為什麼這些都是過去生的意緣嘛 所以燕光大師 在五十九歲的時候 他就弘揚這個大波涅槃經 他可以說是蔣經多年的老法師啊 這個時候也相當名望了 你看他連這個皇帝 賜給他的大盡愛事啊 他就辭了 可見他也是非常謙虛的 然後進入六祖大師之後 知道六祖大師 他是五祖文祖大師的傳人 他是立即啊 這個引頭六祖大師啊 能夠聽六祖大師啊 做貴拜禮啊 同時跟六祖大師聲談佛法 哇 他覺得六祖大師這個不得了 並且請六祖大師啊 做他的師父 你看我們講這個一個是出家 一個是六祖大師當之後是還沒有 還是還是幾世啊 所以說我們講說出家也好 年多少年 對 你出家了多少年 乃至你修行了多少年 這都不重要 重要是怎麼見地啊 有沒有見信 見地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你要 因為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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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祖大師 他印光大師 把六祖大師當成他的 從那個幫六祖大師剔除之後 稱他是老師啊 是他老師啊 所以六祖大師就一夜成名了 因為印宗大師 他本來就是很多徒弟啊 看到連印宗大師都稱六祖大師為師父的時候 有這樣子大家就開始親近六祖大師 也等於啊 印光大師多年的打下來這個基礎啊 一夜之間通通都奉獻給這個六祖廢能大師了 所以才能夠讓廢能大師在南方這個地方 能夠洪傳把這個禪寶能夠廣洪開來 今天六祖大師能夠把禪宗這樣子的廣傳下來 可以說是印宗大師他功勞不可 不可夢 他們兩位大師其實都不是普通人啊 他們都是非常謙虛啊 所以這個涅槃君講 一切眾生都有博訊 一產體也可以成博啊 所以基礎說只有風吹翻動 一聲聲風動一聲聲翻動 那議論不宜啊 能禁言不是風動不是翻動 是人手心動一眾賀然 六祖大師到了法訓是 剛好其實就是印宗大師在這邊 講涅槃君的時候 恰好的時候那一陣風吹來啦 那個班啦 因為那個班是獎金的時候 都會把那個班伸起來 風吹起來啦 古代都是用班來做宣傳 要獎金的時候都是用班來宣傳 現在媒體發達都會用網路啦 廣告來做宣傳 古代都是在試驗都是在山上 所以當試驗有法是要獎金啦 那啟就升起來啦 讓山下的信徒一看到 這個試驗晚上有獎金啊 這一些信徒就會到山上來 清清倫法 是這樣子 那時候的各方面資訓都是很落後 所以用這樣的方法 因為那一天試驗裡面講了獎盤金 所以法慶寺就把這個 翻起身上來 這個時候剛好是一陣風吹來 這個時候 這個翻就隨著風飄起來了 有一位出家人就說這是風洞 如果不是風洞的時候那怎麼會 他其實也不自己會動 那另外一個出家人說不是風洞是翻洞 風看不到你怎麼說他是風洞呢 兩人就在那邊爭論不休 六祖大師見到他們在那邊爭論 他就說不是風洞也不是翻洞 是裡面兩位忍者心洞 這很重要 我們說心生種種法生 心滅種種法滅 我們所看的這個洞 我們看了像 當我們不了解的時候 我們所見的都是見到像 其實像是什麼 他不離性 性像是一件事情 我們住像的時候 你住了翻了像 這就是执著了 就是翻洞 我們住的是風原來明明都是風在洞 不是翻在洞 你看翻風其實都是我們执著而已 所以我們了解這道理之後 所以開悟的主自大德所看的 他不是看到像 他所看的整個現象 只是一個幻像而已 我們凡夫所看的像 都是知為是知有 知著他 所以說兩個人就在那邊爭論不休 就只要是 做不設翻洞不設 是人走方 這非常重要的 我們說 心生種種法生 心滅種種法滅 我們都是以外面來 被外面境界所干擾 其實我們視心去攀岩他而已 所以說風洞也好 它是自然的翻風 其實它是自然的現象 跟我們了不相干 我們不是講 世外無盡 佛法講 佛法告訴我們的 外面境界就是希望不實的 外面境界就是援起了假象而已 因緣有自信空 沒有一個是真的實體 我們把這假象 把它當作是實為實有的 所以說 我們禪宗講 相有實無 雖有如患 當生起的時候 你看生起面去生起面去 在變化 靖鋼琴講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所以維世他講 從這個生命像這樣來講說 他講 狀是一坦子 對不對 一秒鐘有四個坦子 四個坦子裡面 一坦子有留六個坦那 一個坦那有留九百個生命 所以一秒鐘就有二十一萬六千尺的 刀那刀那開合 那是我們的世心 我們世心刀那刀那開合 我們就看到是 連接起來就看到這個現象是實有的 包括金屬也是一樣 鋼金也是一樣 當下都是它的 刀那刀那開合顯現出來的這現象 那我們今天是因為眾生有夜視 只為食有了 有夜視了 我們所看的就見不到空了 差別是這個地方 那諸佛如來他們了解的道理 他不住相了 不被見相 長了 他沒有在夜視 他所看的相 前相即性 所以 色空是不好的 所以說我們講說 色法 心法 其實它是一件事情的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說我們不了解這個在物以為真 所以產生了種種的煩惱 把它進界當作真的 就如從電影來講 一秒鐘用二十四字的開合 其實都是那個底片的相 細 相 毫 以 我們就把它當作 把動向當作是真的 所以在經上用各種方式 乃至用弦火輪 一樣 叫道理 這個是定境 只有八地菩薩 才能見到這真正的真實現象 所以博得用弦火輪 像我們這個 點了一個香 點了這樣快速的旋轉 你就看到一個圓圈 用這樣來比喻 其實它是一個快速旋轉而已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你看在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一秒鐘有二十一萬六千次的開合 那在那個 蜜肉 佛問蜜肉 心有這個 有幾種念 幾種 所念 幾念 幾項 四月 蜜肉圓 那幾首壇子 是 壇子之情 三十億 三十億 百千年 哇 三十億 百千年 那都是 行皆有事 事 念 非常細微 我們了解 喔 原來是這樣子 方便來說 我們就是用 我也是 比較粗淺的方便說 是 一秒鐘有二十一萬六千次的開合 佛言 它是說 一秒鐘有一百 一千兩百萬的 一千兩百萬兆 抑造了這個念 橙拉橙拉 橙拉 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 香氣的連麒相 集起來了 那執著我們是這個像而已 其實那是一種的攀岩執著 所以風洞 那一個是攀岩執著翻洞 其實只是執著而已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說佛說法師九年是叫我們物實相 了解實相 宇宙萬法式的真相 它本言是什麼 我們如來葬 所以說我們在任元經裡面有講空獨來葬 它不是只有體制空的 它是援起的現象 所以說我們稱為 又稱為不空獨來葬 它的作用呢 它大器大用 我們稱為空不空獨來葬 所以說在大正起經論講說 從體葬來講 空獨來葬是體大 不空獨來葬來講是講向大 空不空獨來講是用大 所以大聖馬明菩薩在大聖起經論講 體大 向大 用大 那就融縮起來就是六祖道師講的無所懼之 它的功能性就講這個 從體性來講 你看 本是親近 不生滅 不動搖 它本來祭祖 它作用 粒粒分明 本來祭祖 而且能生萬法 所以說 我們從這個 照理瞭解 一般我們 你看這是顯示 從這個段經文 這顯示 我們一般眾生都是 對外面境界去執著 所以這個都是 六祖道師講 這是人種心中 這個時候一眾賀然 那亥然啊 原來山中 這個 從山中 山上這個人啊 既然都是有那麼高的境界 一眾賀然 這個時候大家都是非常驚訝不遺 這就是在六祖大師到法姓寺 這個過程之中 跟印宗大師 這過程之中 我們再看這個 237 月道祖第四行底下 印宗原字上席 再看看 印宗原字上席 真傑奧義 見能嚴謹理當 不由文字 宗原行者非常人 定非常人 久文王衣衣法難來 末世行者佛能曰不敢 忠於四職弟子裏 告請 傳來 依波 出世大眾 忠父問曰 黃梅附屬如何指授 能曰 指授既無 唯論見信 兩百聖事發言 不論禪定卸托 忠約 何不論禪定卸托 問約為是奧法 不是佛法 佛法是佛奧之法 接著 願光大師聽到六祖大師所說的這道理之後 大家就非常的驚訝 他想 這個人 卑鄙尋常 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於是把六祖大師請到了 引請到上座 並且向六祖非能大師 求教佛法的深奧的義理 所以癥結就是互相做真入的探討 那個時候 印宗法師他還不曉得 他是從五祖黃梅得法的大師 但是他 在 互相在討論這問題的時候 印宗法師 聽他所講的 因為都是從親近親近所流露出來的 很自然 誰問誰答 回答了 簡易 嚴簡易該 就是 那義理很非常恰當 不會多說 直接了當的 而且所講的 並不是引經 祭典 一文解義 他能夠單刀直入 直指人心 所以 中原行者定悲常人 就是說 行者就代法修行的修行人 印宗大師說 你這個修行人 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我很久之前就聽說 黃梅吳祖文大師 醫法已經傳到 傳到南方來了 所以敢問大師 莫非你就是 武祖文大師的 醫法的傳人 問問大師 非常謙虛說 不敢當 不敢當 不敢不敢 不敢當 很謙虛 很謙虛 這個時候 應宗大師 就向六祖大師 行跪拜禮 你看 那時候六祖大師 還是在家 應光大師 他已經是出家的 說法的師父 傳師 出家的傳師 師傳 所以出家 師傳 能夠對於在家的 能夠行這個大禮 有時候我們可以了解 應宗大師 他內心 謙虛 對於法 尊重 我們講說 悲 比尋常 應光大師 就是 貴拜禮之後 並請六祖大師 將 武祖恆仁大師 一波 法器 拿出來 能夠讓大家來 瞻仰 能夠 瞻仰禮拜 接著應宗大師 又問六祖大師 黃梅 武祖恆仁大師 那 部署一把之十 是如何指示的 他是怎樣傳授的呢 也就是說 武祖恆仁大師的心地把門 是如何指授 部署 是指一波和這個心 以心傳心 這個 所以這個指授 就是指禪宗的 教導方法 意思就是說 你在黃梅 承受武祖一把的時候 除了 以授子一把之外 還有什麼 傳給你 武祖恆仁大師 還有傳給你什麼把呢 意思是這樣子 能曰 受子祭吾 匯仁大師說 黃梅 武祖恆仁大師 沒有加到什麼 什麼的佛法可傳 沒有教授 沒有 也就沒有 什麼佛法可以傳啊 也就是說 所講參真 並沒有什麼透渡的方法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前面講 前面 如同前面所講的 自 說自古勃勃為傳本體 絲絲密布本心 對不對 因為我們自信 本來就是一切 都是我們如來智慧得相 我們每一個人的本心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不能選 是因為我們有身見 我們有我之 我們有貪生之慢 以有妄想分別之種 所以不能正德 所以六祖大師說 受子既無 唯論見信 不論禪定卸托 唯論見信就是見到諸法 本來的四真相 四真相是怎麼 本來就是信相亦如啦 所以我們所見的就是看到相不見信 所見的諸佛主要是看到當下全相即信 就是實相就是我們本心啊 那我們要問 那見信見到什麼呢 見到我空 不是這個身體 不是這個身體 我們 我就是那一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是那一念信信 那一念信信空熬靈熬空的 也是佛陀所講的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通通都是它 通通都是它 所以說我們現在 從心地法面來講 我們一定要了解 我們的本心是什麼 簡單講 本心就是 它你要找到心體 它空而零零空的 它是極躁之信 它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這念信信 通通都是它 那是我們的佛信 它的本來功能 它是極躁的 也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 天上佛陀 天上天下唯有獨尊 就是我們這個 那個佛信好理 它的功能性就是它 我們真信 這個真信自我 這個真信 它是空極的 它是極躁之信 像禁止極躁不傲 我們常講 極好常躁 躁好常極 當我們心清 心清靜 心清靜 不然 不再攀岩了 那我們跟塵接觸的時候 就是了了分明 一 一明白就有它自然的作用 一切通達一切明白 那我們有我職 有法職 我們就有夜市 然後外面境界是由於我們 藉著四大的假象 由於我們的夜市 藉著我們的元老鼻手身 顯現我們想投授出來的境界 加上種子取現形 現形群種子 插那插那的真面相距 把我們本來空極的境界 變成我們生面的相系連續象 把我們把它當作是真的 那境界其實是空極的 外面境界是我們的心的元領象 是我們的夜市所相系 顯現出來的幻象毫以 就如同像電影一樣 燈光投授 經過了膠檢的內容 顯現出來的 像電影的活活 這個顯像是真的一樣 今天我們把本來無相境界 變成我們內心的顯現出來境界 就如同像電影一樣 我們看了 我們一個家庭也好 父母都是環境是同一個 父母是同一個 環境一樣 但是有的孩子過得非常快樂 當然每天都好快樂 孩子呢 每天都是跟著自己的媽媽 哇好辛苦 媽媽一離開的時候 哇就哭哭啼啼的 你看同志都一樣的家庭 但是有些人過得很快樂 有些人就變成就痛苦 媽媽一離開了就哭了 所以孟子啊就講啊 性相近啊 習相遠啊 性是相同的啦 習氣不一樣啊 問題在我們每一個人習氣 如果我們把我們不該有的習氣 慢慢除掉了 內心進化了 我們就可以了解了 外面境界都是空氣的 其實一切境界的好壞 一切境界的都是我們自心 自己的心 心外無別法 法外無心 心生種種法生 心滅種種法滅 所以境界是空氣的 是因為相它是沒有實體的 因為是延起的假相 它沒有實體 信中講相有實無 雖有如患 相是我們自己建立出來的 同樣的環境會痛苦 會愉快 都是我們自己建立出來的 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個 事真相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 所以講唯論見性 是因為我們見到 我們見到的時候 境界是 是只有 那我們了解的時候 原來這個境界就是什麼 它是延起變現出來 幻相有實無 道理 這我們知道了解 我們這念空 零零空的這念 這節制性 依照境界 以延起顯現出來的 直到它 信空 延起信空 沒有實體 不可得放下來 不再攀遠了 不再攀遠了 那我們心自然就 心就清靜了 心沒事的時候 心就定了 心自然就定了 心自然就定了 所以法外經裡面講 一切法從本以來 本日清靜極滅相 那現在為什麼 我們感覺有種種的境界 不極滅呢 因為我們的心 不極滅 我們心 心靜 則土靜 所以我們現在 心不極滅 我們心還攀遠了 不斷地在相去連接一下 你看 有時候我們看到這個 在 在 不在 圓結間 用各種比喻 像圓 對不對 會 月亮 在圓在跑 我們以為是這個 月亮在跑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 我們坐在車子上 大概有時候小孩子 小時候 那我祖父 有時候帶我小時候 很小時候 帶我去做巴士 坐在 台中市那邊 到台市去去逛街 他在台中 裡面好多朋友 市區很多朋友 帶我去坐了巴士 進那邊 我看到 欸 那境界怎麼跑來跑去 其實因為 經常的告訴我們 就是 車子在動啊 不是我們外面境界在動啊 一樣有道理 所以說我們心 不親近 我們心在動 所看到外面都在動 當我們心親近了 那時候 那看到 一切把本質親近其滅相 這個一定要瞭解 所以心近則土近 都是我們心啊 那個在 在 在元節經我們會說明 在經上有講 是外面境界在動 不是 是傳在動啊 不是外面境界在動 一樣有道理 其實都是 我們境界在動 所以 榮素菩薩 講的中觀有道理 一切音樂法 我說既是空啊 一名為假名 義是中道義啊 那當我們 放下來的時候 它是當下就是空有不好 當下就是中道義 一切外面境界本來就是中道實相 離空 離有 那像這個 一切派人所說的 言己所生的東西 有了偏激直了 有了執著才有的 所以當我們 真正了解空了以後 內心不再執著了 內心慢慢的放下來了 真正能夠放下萬元 我們就了解了 它本來就是清淨其滅相 當我們心靜的時候 心靜走土靜 這道理在這裡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原來 是我們執著啦 把外面 是我們眾生的夜視 把它當作真的不知道 它是援起的假象 這個道理 我們常常不斷在熏 熏久的時候 佛法所謂的空的道理 我們自然就越來越清楚 原來就是 就是這麼樣子 所以當我們 壓不住的時候 了解實相 空極了 我們就可以用疏導的方式 所以說我們講 霸以治水 再來用疏導 定做也是一樣 那是用壓制的 你不了解事實真相的時候 就強壓 壓了這個定 它是會彈性疲拔的 當我們了解事實真相的時候 我們就用疏導 觀照 我們講觀照就是疏導 因為外面鏡就是稀幻的 了解 事實真相 懂得放下來 不太執著就好了 用疏導的方式 讓它慢慢的放下來 就如從 剛剛講的帶治水一樣 最後帶治水能夠治水成功 就到了 用疏導的方法 我們先了解 大聖的佛法教理 了解實相 也是 用疏導的方法 再加上 我們沒事的時候 再用靜做禪定 這樣子相輔槍成 心就越來越親近 越來越親近 到最後呢 也不需要觀照的萬法 本來就是親近幾面相的 所以說就不需要這個禪定跟解脫了 因為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 為什麼需要禪定 解脫呢 是不知道它是空的 不知道外面境界 是稀幻不值的 所以需要禪定解脫 如果誤了五恩本空六成非有 一切把不可得 心本來就親近 不需要再禪定解脫了 它本來就是 卸脫的 因為見信 就瞭解實相 瞭解事實真相 知道是我們 新的眼影像 是希望的 自然就 放下來就好了 放下來就解脫了 解脫 當我們解脫的時候 我們對禪定來講 我們就懂得欣賞 就如同看電影一樣 我們就知道了 是假的 你看看戰爭片 看很刺激 知道是假的 我們就懂得欣賞 一樣道理 所以我們當誤了自信之後 瞭解一些境界之 希望不值的 雖有如患 我們知道了 把我們的我保奧子 長久以來我保奧子 慢慢慢慢慢慢 灌照慢慢慢慢淡化 心自然就親近了 當我們親近的時候 心就是道 道就是心 心道是一件事情 所以六土大師 所以說 為論見信不論禪定卸托 假的 當然就不用禪定卸托 心放下來沒事了 心不再攀岩了 那本定 本來就親近 哪來需要禪定卸托呢 所以禪定卸托 是對於境界不了解的 我們開始用壓的 所以需要禪定卸托了 到了不論禪定卸托之後 這漸進之後 了解事實真相 自然解脫啦 如果不了解事實真相 那就要靠禪定才能夠解脫 但是用壓的 不能活活潑潑啦 潑潑 所以潑潑講了 要什麼秀 定會等詞到達到定會議題 我們本句後面會說明到了 這個就是活活潑潑的 所以 唯 唯有開悟開智慧 才能真正得到解脫 所以這一講 唯論見信不論禪定卸托 那中約 和不論禪定卸托 唯曰 唯是奧法 不是佛法 佛法是佛奧之法 接下來 印宗大師又問 又說了 為什麼不論禪定卸托呢 他就唯大師說 就是 講了其實 唯是一心 唯是絕在一心 哪裡有奧 奧法不是佛法 真正的佛法是佛奧之法 奧法 簡單講是相對的 佛法沒有相對待的 它是結代的 有相對待的就是 有跟無相對待的 染境是相對待的 殘腹跟卸托是相對待的 那我們已經證得了 我已經證得了解脫 證得了自信的時候 你看 只有一法而已 真正都是唯是一心而已 那這就是真正的 萬言放下啦 統統都是 那也就是 物的實相 也就是 楞言經所講的 楞言大定 統統都是一心境界 那真正的解脫啦 所以說 真正到了 你看 誤了實相之後 也就是 六主大師 誤了金剛經 應無所住 好 升其心 你看 應無所住 因為都是空性的嘛 相也是 像 他當體也是 性相是不傲的 沒有實體 所以 住就是非住啊 這個是 真正正入了法真大事 像我們菩薩 他們正入了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凡夫 雖然我們也沒有正入 但是對這個道理 我們一定要了解 常常這樣尋 常常尋 不斷的放下 那有一天 誒 我們列列會感受到 都會列列會感受到 心越來越親近的時候 每天好像很忙 忙中 忙中 我們講 有世間是 沒有世間意 忙裡 內心裡面 都是親近的 能夠達到這樣子 我們這個 這部分 我們不斷要這樣 訓習 訓習 之後 我們看到很忙 一天到很忙 他內心都是 沒事 那我們凡夫知道的時候 忙的時候 忙一點點 有時候事情 稍微一點點的時候 忙死了 心中有事 差別的地方 因為我們對外面 有內外之分 見信的時候 沒有內外之分 為事 絕代一心 當然 這道理不是我們一般般不能做到 這經過這樣子 不斷訓習訓習之後 有一天 我們是越來越相遇 越來越相遇 鏡上所講的道理 的確是沒有錯了 他本來就解脫的 本來就親近的 哪需要禪定卸脫呢 當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需要從這個禪定卸脫 這樣子逐步上來 到誤了十項之後 就沒有所謂的奧法 佛法是博奧之法 這個我們講 不斷的熏悉 不斷的熏悉 所以說 恩光 終曰 何不論禪禪定卸脫呢 未曰 奧法 不是佛法 佛法是博奧之法 所以說我們從這樣子 不斷的熏悉 不斷的經過 做這樣子的道理之後 懂得放下來 心 越來越親近 加上我們平常沒事的 這個禪定的靜坐 在十項的道理 我們能夠在日常生活 一起觀照 這樣子 動靜 能夠相補相同這樣觀照 心就很快了 很快了 越來越親近 越來越親近 越來越沒事 越來越沒事 沒事不是做外面沒有事啊 有時候外面的事情很忙 內心沒有覺得很忙 達到這樣子 這個時候我們不斷熏悉之後 我們 對這個道理 越來越清楚 越懂得放下 到最後連放下也不需要啦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放下 我們執著才要放下 他本來親近的你要放什麼 本來親近的不需要放啊 所以金剛精才講 住就是非住啊 你執著 他不是真的啊 他是也是空的啊 性向 性向一如啦 沒有實體啊 所以真正到了 這個 也是心經到最後所講的 以無所得 故菩提撒躲 你看 心經講的就是我們本來心啊 你看 剛開始的時候 那是正 見到五印皆空 你知道是空的 那正就放下來了 後面的說明這個 後面 你看 照見五印皆空 這例子 這不亦空 空不亦色 這去空 空亦色 受講行事 亦不如是 這例子是諸法空相 一講這個實相道理 這是不生不面 不夠不敬 不真不淺 他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法性如是啊 他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有生變就是著了像啦 現象變化了 就有生變現象了 我們看到有染靜是奧法啦 這變成有 染跟靜變成奧法啦 佛法是不奧之法 染靜一如 通通都是我們心 這個常常熏熏熏 自清就自然就放下來了 放下來不是什麼東西放 放下我們對於自情上的一個 貪嗔痴對相對冷酌的 這種的煩惱放下來 事情還是一樣在做 上面是一件事 但是沒有事間一 慢慢訓練這樣子 到最後 你覺得很親近啊 那時候還不是真正親近 真正親近的時候 也沒有感覺到親近了 染靜一如啦 就如同我們感冒好的時候對不對 鼻塞啦 鼻塞的感冒啦 呼吸有困難啦 我吃感冒藥我吃好啦 吃慢慢好啦 欸 鼻塞能夠暢通啦 呼吸能夠暢通啦 暢通的時候真的 我呼吸很暢通的 那不是真正的暢通的 真正的呼吸暢通的時候 就像我們現在 沒有覺得呼吸的感覺 那真正暢通了 我們就知道了 佛法也是一樣啦 到了 動靜一如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關照的 念念都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不斷的要群奇 所以不斷群奇之項道理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都在著在有 尤其我們是一屆眾生 相對能鎖的 有我法奧子 乃至我們現在自自自立的心 所以我們成為伯地 凡夫的道理在這裡 天上他是一個凡夫 他不是伯地啊 他也不報啊 他們的福報比我們好太多了 他們不需要 不需要這個手機 不需要飛機對不對 他們比我們自在 因為福報比我們好 他吃中期溫飽 也不需要像我們種稻 種稻米 要經過這個插秧 正經過這樣子 再培稻米兩三個月 成熟了又要 又要勾到 又要種種的現象 到最後要煮成飯 要經過這 很多的這個過程 我們才來養活這個色身 天上不需要的 那福報比我們好的 那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自信本性的功能顯現出來 你到哪一個境界 他顯現出來 但他是怎麼 本智既族能生萬法 就講這個 我們不報不夠 好 那比我們不報差的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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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初生 比我們不報差的 他就顯現出來 那個功能出來 你看我們看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影片 老鷹對不對 沒有那麼高 一看到那麼高 他因為老鷹的眼睛很小 他可以 看到聽說 四公里驗的那個東西 包括水裡面的 那個魚都看得到 你看他一跳下去這樣子 好快的這樣子 就抓到一條魚了 老鷹很厲害很厲害 那我們現在人 人類 那功能就沒有像老鷹了 當時我們 這個 變成老鷹的時候 他功能就 就有老鷹的功能出來 所以他 都是我們這件 信心顯現出來的 所以 我們這樣 佛法是 不傲之法 就這樣 所以說 運中當時說 忠約 何不論 何不論禪定卸托呢 慰約 是為奧法 禪定卸是奧法 不是佛法 佛法 是佛奧之法 我們先休息個十五分鐘 以下也是說明到這個 所以對這個 我們真實性的本心來講 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可以依 這個 本經這樣子 是悟了本心之後 尤其我們以後看了 那個 金剛經 看了其他的 那個大聖療癒經 一看就清楚了 接下來 繼續說明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的 這一段 剛才講 兩段 為論賤信 不論禪定卸托 你說這禪定 我有禪定了 那再有相對待的 所以說 身文言結也是一樣 他們對這奧 還是有奧法 你看 生死跟涅槃 是相對待的 那是奧法 所以說我們今天到了 真正到了 沒有相對待 是結代一心的 那就當然 都要對實相道理很清楚 了解實相 但了解實相的時候 你心靜了 到最後呢 相應到了 整個法界 維持這樣子 當下就是直相的 因為那裡面 裡面沒有 沒有我們的 加上我們的這個 各種的 這種分別製作的 心意識的那個功能 沒有 沒有了 那心意識是我們 反撲 他習氣 那本來就是什麼 真心是急躁 當下就是直相境界 所以放下萬元 到底是這樣子 為什麼前面講說 不思善不思惡 正與摩斯是民上做的本來面目 這個就是讓會民他就開悟了 我們也可以從這邊去體會到 不思善兩邊不住了 忠道不存了 當下這件心去世 那就是 這一法 唯是怎麼 就是你見信了 唯是 博法是補奧之法 唯是只有這個 那你說奧法研究了 用心意識研究了 怎麼樣 博怎麼樣怎麼樣 一大堆那個 那是還是要奧法相對待的 所以說 唯論 不論禪定街頭 唯論見信 就是這樣 誤了實相 實相是我們本來有的 實相是我們 它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實相 本來就是這樣子 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修行博法 不知道這道理的時候 我們都在相對能所法裡面 在那邊 在那邊 要跑來跑去 那所修的都是福報而已 所以說前面為什麼 吳祖恩大師看到這個大家在做 那個那試驗的很忙碌對不對 他說 這個 講很清楚啊 如果說我們這樣子做的時候 那福有何用呢 到最後只 只不夠這 所做的只不夠 是不報而已啊 一樣 他 前面講的這個五種 世人生死自大 五種真辱求福啊 只求福田 不求出離生死故海 自信若名的時候 福何可救呢 我們從這邊體會到 是不是我們一般人都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今天真正的了解了 心地法 我們了解了實相 了解了本來 的時候 我們觀念上一轉 就不同啊 你觀念沒有轉過來 全部都是相對奧法 都是正面法 你所修的都是不報好語 你轉過來的時候 慢慢心 越來越親近 越來越親近 幫我們能所相對待的 慢慢進化 慢慢進化 你就跟真正 跟大聖佛法教理相應到的 跟我們那個實相相應的 也就是明心見信 明白 整個法界就是我們念念心信 見的信是什麼 空信 當下明心就明白這個心 你說這個心 對不對 那明心見信其實一件事情 念念流落桌佛 念念跟空信相應 念念就是信相易如 信相符號的 那是諸佛如來所正的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一樣的 把相對能所 借著我們現在有相對能所 借著我們禪定的方便 還有奧法 但是心越來越親近 在日常生活 這觀照越來越親近 打成一片了 到最後 連觀照放下也沒有 但融入了一心了 那就是見信了 前相即信前信 都是你一心 當然到我們在一心的時候 那 就是 如人淫水 冷暖自知 言說不可及啊 心情楚滅 源以道斷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之後 原來 所講的通通都是實相 前面講的 不知善不知惡 正與莫十四名上座的 本來面目 在 過來這一段這經文 也是告訴我們 不論禪禪禁裙 夜之外 禪禁裙 他跟著他師父,一二十年 他想來這裡那麼久了,師父從來沒有跟他講過佛法 有一天他就跟師父想要辭行 他說,師父啊,我來這邊那麼久了 你從來沒有聽你跟我做過佛法 所以弟子今天要跟你辭行,去清金文法 那天皇道位禪師說,有啊 我天天都跟你說佛法 你看,你端茶來的時候,我就幫你接啦 你哪飯來的時候,我就給你收下啦 吃完飯的時候,我還給你啦 然後你就跟我禮拜啦,我也跟你合掌啦 我天天都跟你這樣說佛法 他一下子緩然大悟啦 都是我們心的作用啦 通通都是你的心 他說他歡喜永悅 他的師父說了,言下大悟 他說,要悟當下計悟 一落之良 就錯啦 他古德講說,己心 己心什麼? 己心什麼? 還有攀岩外面的心 己心記乖 己心記錯,動念記乖 直下會起,這念心清楚楚明白白 這念心,每一個人都在 所以說,還沒有記足的時候 不斷熏 所以我們一常講,日用熬 古德講日用熬不知 十字刻我們都在作用 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接下來他就問了 如何保忍、保住 天丸大悟之良之說 你讓他任性交遙、隨言放放 但除凡心莫作聖結 聖結就奧法了 有凡跟聖就奧法了 除凡心是什麼? 凡心是相對待的 我們都是相對待的 有敬、懶敬相對待的 好壞相對待的 所以說,生死是相對待的 我們 天王大悟之說 但除凡心就沒有相對待 清清除明、白白這念心性 莫作聖結 才說什麼是凡心 就是我們剛剛講 相對有貪生之慢疑啦 有都有之啦 有相對待的 有其者啦 有對立的心啦 為什麼 因為他會讓我們生種種的煩惱 因為不了解事實的真相 所以我們還沒有開悟之前 還需要經常勤起大聖 心地方面的教理 等到我們真正誤了實相的時候 也不能有誤的感覺 所以金剛經講說 法上應捨何況非法 你看前面講 若心起相即著我人終身受走 你起法相也是一樣 你起非法相也是一樣 都是著我人終身受走 所以不應起法 不應起非法 以事一故如來常說 如法語的法障應者何況非法 都是我們本心裡面 那就不需要啦 所以觀照 前面觀照之後 有這樣的 到最後誤了本心的時候 那就是你誤了本心 是截待一心 沒有相對能守的 也不需要有截待啦 看到相對能守都是你自己的心 通通都是沒有一處不是 都是我們心顯現出來的幻象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啦 之後慢慢放下萬元一切法 本來就是祭族 了解啦 那本來就是祭族 所以六祖大師說 奧法不是佛法 佛法是佛奧之法 它有體有用 既體既用 既用 既用不奧 那就是我們 禁土中所講的 花開見博物無身 身無身是一件事情的 我們看來見到相 有生有滅 那是奧法 身無身是一件事情的 那是延起一個假上沒有實體 那就隨順因緣 什麼因緣顯現出來的 像你不住這樣了 那身當下就是無身 心清淨了 無依了 不住相了 所以在不住相的時候 當然真正常常要熏習的 只有實相了 你那習氣慢慢不攀岩 慢慢不攀岩 慢慢心靜下來的時候 外面境界再怎麼變化 那心都清淨了 心都不染萬靜了 那就生就這無神 慢慢就氣會了 接著你看 印宗大師又說了 我們看這個 238月的調 忠祐問 如果是佛法不好之法 能曰 法師講列盤金 金明見佛信是佛法不好之法 如列盤金高貴德王菩薩白婆言 犯四眾盡坐五慕罪 及一禪幾等 當斷善根薄信薄言 善根有傲 醫者常 傲者無常 薄信非常非無常 是故不斷 世民不傲 醫者善 傲者不善 薄信非善非不善 世民不傲 怨之以倦 凡不煎傲 智者了達其信無傲 無傲之信 即是佛信 那接著 印宗大師啊 接著問啊 那什麼是 才是佛法呢 是佛傲之法呢 就主大師說了 印宗 就以印宗大師之前所講的這個涅槃軍 為舉 以涅槃軍這個內容來回答 印機說法啦 印宗大師講的就 就知道是講涅槃軍 他問的話就以 就知道是就以印宗大師所問的話 他就如同 法師 你在講 涅槃軍 明軍見信 是佛法的佛傲之法 你對這個 你對這個佛信 徹底了解的時候 你能夠體會到佛信的話 那與極盡了解 什麼 是佛法的佛傲之法 簡單講 佛傲就是沒有能所啦 沒有對立啦 有跟 無 能所 雙亡啦 沒有對立啦 那就是 利有能所相對就是傲法 沒有能所相對待的就是 我們講說這 結代 我們常講說 有情眾生 我們稱他之為佛信 無情眾生我們稱為 無情眾生我們稱為是法信 其實 法信也好 佛信也好 都是同個信 你看我們講說 我們現在來講 從相對法來 相對的對立來講 這有情眾生是我們成為佛信 無情眾生我們稱為法信 當我們如同做夢 我們講夢還沒醒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從這樣子來說明 那夢一醒了 通通都是同個信 通通都是同一個地的信 一樣道理 所以那個人請講 地嘴火風空跟室 七大皆如來上妙真屬性 通通都是如來上妙真屬性 包括我們所看的空 也是佛信 變現出來的 如果不是佛信 變現出來的 天人怎麼會在空 我們看到空 它是基礎環境呢 他們所看的空 他們夜視看的他們的福報 是他們基礎環境 所以都是夜視啊 眾生巡悅發現啊 通通都是地水我風 空空是七大 通通是如來上妙真屬性 以不同的夜視 簡現不同的現象而已 他不離開我們真如佛信 所以一切法不離自信 一樣道理 我們本經講的 一切法不離自信 整個法界就是 一心變現出來 其實整個法界就是我們 自己的一心的心體 因為我們現在有 我法奧子 念念都在攀岩 有 變成有無兩邊啊 所以見不到我們 是真相 我們怎麼看 怎麼才能夠見呢 就是 跟神接觸的時候 不再攀岩啊 不再起手分別執著啦 所以就如同金剛經所講的 不起一向如如不動 不再 懶著外面境界啦 我們慢慢這樣訓練 不能這樣訓練 慢慢訓練 本之如如不動的心 就慢慢顯現出來啦 你看到我們 放下萬元 我們靜坐的時候 不被靜坐轉的時候 不被靜坐轉的時候 心定著靜靜到哪個 那個程度的時候 不管聲音怎麼大 怎麼小 他都是清清楚楚明白白 心悠如 都是如啦 都是如 清清楚楚而已 讓我們軟了萬靜 被靜坐轉了 那個聲音 哇好好聽喔 這個聲音好吵喔 那個心 我們就 著在 身成像 好 所以我們要慢慢訓練 慢慢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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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有些人 我們用手機對不對 有些那個手機 會通知 什麼那個聲音 有些都會有這樣子的聲音 有人很討厭那個聲音 很討厭 好 那聲音一起來的時候 哇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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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心 哇那浮動 那如果說我們這樣子的話 那有一天我們靈命中的時候 突然間那手機的聲音 那通知就 啵 那個聲音就起來了 那馬上就 都第一 那個聲音 一聲聲就第一聲 所以我們不要多來 任何境界都一樣 慢慢這樣子能夠適應 慢慢都能夠適應 任何境界都是一樣 這是我要長期的訓練 對於實相道理 不斷的在訓練 我們慢慢的訓練 能夠達到 動靜一如啦 到真正到動靜一如就成功了 所以說我們要了解這個道理 通通都是 一件事都是 因緣合合的假象 我們像這個眼鏡也是一樣 這眼鏡也是有鏡框有 這螺絲有這個鏡片 整種的集合結 那個一個假象 它是一個眼鏡 它沒有實體的 它因緣散了就是 就是沒有了嘛 所以它沒有固定的一個實體 所以說我們講 眼鏡信空 眼鏡是一個相明 除去了 我們相對待了這眼鏡的執著之後 那眼鏡 背眼鏡 以金剛經的這個常常 以這個背這個世民這個 金剛經常常有這個 佛法者聚背 佛法世民佛法 一樣到耶 我有時候看到那個 這兩前 剛剛那個訊息 他寫了什麼 他說 一位 專門的講長壽的 講長壽的 講養生的 那個人啊 專家 已經枉生了 是51歲就枉生了 所以就專門在講 這個也不能吃 那個也不能吃 這個也不能吃 我看那個 看那個訊息 所以我們今天講 通通是 其實也是一樣 你看我們這個小孩子 你看我們小的時候 那地上爬啊 那泥巴一直抓來吃啊 我看了這個小孩子的時候 我看了那個腸妹也是一樣啊 好好的 也不怎麼樣 現在呢 稍微那個一下 又又又又又 身 胃腸又不好 我們本身 身體有身體的那個 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 他的自然的這個作用 你看 我們 為什麼講說 巴士 巴士 巴士他自己能夠 有 有什麼 有什麼這個 這個刮傷 或什麼 你不塗藥 他們很快很快就自己 他有這個療效的意味 所以我們太過於 不是說完全不注重啦 不用太過於的去 去去去吃做 那個一定不能吃 一定要吃怎麼樣 你不能吃油 連油都一點不能吃 當然炸東西會少吃 很多地方能夠自然的 不能說太過分的 太過分的 連油一點油都沒有 我們身體有需要的某個部分 需要他的 不要過分任何事情 要達到中道是不容易的 因為我們人都有習慮 喜歡吃甜的特別喜歡吃甜 喜歡吃酸的特別喜歡吃酸 喜歡吃什麼 我們各個方面都不用 能夠隨身應援 不要特別去選擇這個選擇那個 去特別去怎麼樣 心都自然維持了健康 一定的 當時我們就刻意的去把那個 好哪某一個地方 我看那個 看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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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我看的是 喔原來是這樣子 太過講究 連講究 這個長壽的到最後 那是五十一歲就走了 我說我們不用太過於 刻意的 當然我們要注意我們身體 都是給他平衡 平均 不用太過於 吃甜的 甜有時候少吃一點 鹹的也是一樣啊 慢慢慢慢 不要說完全都沒有鹽 也說完全一點糖都沒有 欸不行啊 那就是偏到一邊去了 所以佛法是佛法之法 那是智慧啊 真正智慧啊 那我們人都是奧法裡面 對不對 講這個就執著那個 講這個就執著那個 講健康就執著這個健康 一定要怎麼樣 成功這個又不能這個 不能把自己整死了 這樣 一樣道理 所以我們懂得這樣子 我們適合自己的總觀上 不用太過於去 去那個 生活就是中道嘛 不要說喜歡這個 就是特別喜歡這個 這個又不要那個 不要就丟喜歡這樣 那就變成奧法啦 所以種種的 那個 就是 是 如同那個 龍祖菩薩所講的 因緣所生法 是什麼 他是中道義啊 我是假明 意思是中道義啊 我說是空 空也不是啊 你空也不能只都是空 你假也不能只都是假 空有全部放下來的 生活就是這個 那是地域 就是我們講的 真正中道義 連中道義 中道也不存 慢慢學習啊 其實這個是 但是我們在相對把裡面 都會跑到一邊 那個無所謂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 用油來對 用空來對油 所以我們現在對油嘛 現在需要用空 那是方便 都是方便 到最後 我們講 油氣足了 你不能存了 存了空啊 一樣的道理 那是一個方便 因為我們左右 才需要空 後面 我們第九品就會講到啦 後面我們再來 來說明 所以我們了解了 這個一切法 都是一個 延期信空 信空延期啦 它是 本來就是 信仗義儒的 所以這是真正的 佛奧之法 就如這個涅槃君 高貴德王菩薩 這就是《涅槃經光明片照高貴德王菩薩品》中 裡面有一品 在高貴德王菩薩問佛陀啦 他說 犯世眾禁作無逆罪及一殘體 等單斷善根佛信佛 犯世眾禁罪就是 殺到隱忘 就是世眾嘛 那是我們的根本界 是我們的信界 是我們 我們根本信界啦 那世眾根本信界 不管 我們是懂不懂 佛法 有沒有受戒 反正這個四種 以殺到隱忘的根本界 或是障礙 那就是障礙我們 我們講說障礙的這個 道種啦 我們就叫做道種 簡單講說障礙的會命啦 障礙在我們的會命 所以犯了四種根本信界啊 那還 你看 種的還是會多了三二道 所以五戒之中 最後 九戒 這個九戒其實是遮戒 遮戒 五戒裡面 沙道隱忘就 這個五戒裡面 受了五戒之後 去喝酒 還是破戒了 如果 如果 在家人 結婚啊 生日啊 喜慶啊 在某一種的場所 如果我們 沒有喝酒啦 沒有喝酒的念頭 但是我們要隨喜 這個就是我們講開言 所以借有開遮遲飯 所以不是我們喜歡喝的 就是種緣這樣子燒 我們不會說啊 遇到 遇到這個 這個機會多喝一點 沒有 還是一樣 大家再喝就是 喝一點 不算是破戒 才是開 開言 那當我們沒有受了戒的時候 我們喝酒 沒有過量 但是 喝醉了 你看 那就是 就會造了 信 會造 造業啦 那就有醉了 所以如果 受了戒 我們說我們喝酒了 但是沒有醉 就 不犯戒 那也不是正確的 是錯誤的 如果我們 我們不想喝酒 但是人家一定要 我們喝 我們有時候是隨意 就可以開言 被逼著 有時候 這場所沒有辦法 就是稍微開言一下 所以借有 開遮遮飯 不知道一定是怎麼樣 有關這個戒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看到有關的戒規的問題 所以不管我們有沒有 受三規五戒 或是做菩薩戒 這個四種 這個性戒 我們一定要堅守 所以講的這個 做四種 這個戒 我們就堅守 那五逆 五逆就是 殺父 殺母 殺阿羅漢 殺人天師 這個五逆 你看 一個殺人 一個比 殺父 你看 沙母比這個沙父重 殺阿羅漢又比這個沙母重 說阿羅漢是因為他是人天師嘛 出佛生前 又比殺阿羅漢重 一個比一個重 那破核核生是最重的 所以一產體就是 簡單講是 不發不遺心 根本不信因果的 所以 所以 等這一些等 三 段 善根 佛信佛 善根就是如果 犯官來講 就是 能夠受持三規一 那真正善根其實指 我們講 信 信 敬念定慧 五根裡面 信敬念定慧 那一產體等 這善根 佛信佛 一產體就是 這等於我們斷一切的善根的人 他不相信因果 他不相信有來生 有來世 什麼是 善因得善報 惡因得惡報 他不相信 這一套 處處都是自自自立 他同樣的有佛信 他也 不是一點都沒有同情 有啊 有時候他看到老人家跌倒 甚至於小孩子 掉到水裡 他也會 拉他一把 所以說 一談起 也可以成佛 或許這個因緣 這個因緣 叫祭族的時候 那個佛菩薩 以神通力 讓他 有側隱之心 引導他入佛門的 所以六徒大師回答 映宗寶子的話 他給 就這以 涅槃堅高貴 德王菩薩 他問 問佛 辦這個四眾禁借 無無利 罪及一殘體 這總性的人 他善根 生不出來 他會不會 斷了佛信呢 就意思是這樣子 那佛言 善根有傲 一者長 一者無常 佛信 悲常 悲無常 所以 是故不斷 名為不悟 所以 常和無常 是相對待的 常是他 常術善根 無常就是 他有變化 像現在 你要修福 下一輩子 要得到人天福報 對不對 那福報 進了 又迷惑顛倒 有些人一輩子 學習佛法很精進 有一天 他遇到逆境 只見錢的時候 那 有時候身體變化了 有癌症了 他對這個佛法 一點信心都沒有 也有啊 以前 以前 有一位 有一位 這個企業 企業家 對不對 大家應該知道 他以前 在大陸 常常都 哇 父子佛法 做法會捐了不少錢 但是他官司 稍微有點官司的時候 他就退了 變成 他去 對佛法沒有信心 去信了天主教 所以基督教是天主教 我們知道哪一位的企業家 有啊 很多人都這樣子 其實 當我們遇到逆境的時候 其實就是消業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 逆境來的時候 我們真正用功的時候 逆境獻錢了 是我們過去的業 消掉而已 那這業消的時候 哇 那真正的他就 那個 會 那智慧消了 你看 那個 那個 那罪惡消了 那智慧就不斷不斷提升 心就越來越精進了 這個一定要通過這一關 尤其 這個在 金剛經 地製肉品裡面 就講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讀書 金剛經 說為人勤見 是人先至罪惡因多惡道 以君是人勤見故 先至罪惡因多惡道 如果我們這樣子 能夠這樣子 他當頭按摩多了三表五三補體 夜消啦 這個一定要了解 所以我們在休閒過程之中 會順利進去的都是考驗 都是提升我們不斷 都是 當作我們順利增上眼 不去執著 心就越來越清淨 越來越清淨 活著的話 我們歷經 做到歷經的考驗 尊敬的考驗 那更可怕 當然有土力啦 各方面都很順敬啦 貪心就來啦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政府官員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知道啦 當了台北市長兩年的時候 可能以前都是 什麼 超越藍綠 他真的只有超越藍綠 比藍綠都還厲害 對不對 我們就知道 當我們順進的時候 榮譽啊 我們也是同樣道理 當我們現在看到人家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 但是我們自己的習氣 沒有短的時候 當有一天 我們有因緣當成了政府官員 遇到好的順利的時候 我們也會啊 馬上就陷入進去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常常這樣子 所以在大 在 那個 在 那 任元經裡面 它有實習因啊 實種的習氣的因 這都是要把它除掉 慢慢除掉 慢慢除掉 有人還是對 送習啊 打官司很 很想管 打官司一直 一沒事 一少少 小小事就講打官司 也有 那是送習啊 他是送習的義重 所以實種因 任元經講的 講很清楚啊 所以講 這個善根 你看 善根有傲 一者是常 一種是無常 佛性是悲常 悲無常 是故不斷 名為不傲 善根 善與不善 是世間法 善與不善 善與不善 是相對待的 我們講說 像八正道是善 那八正道的相反 也就是不善 五屆 十善 五屆 十善 十善 反過來 那就是變成惡了 對不對 那十善夜 那十善夜 來講 深山 沙道隱 望久 沙道隱 望 那 深山 沙道隱 那四個 口夜 是不善口 不兩舟 不啟語 不忘語 那一夜就是貪嗔痴嘛 所以加起來就是十善夜 十善夜的相對了 那就是十惡啦 所以我們修行的基礎就是先 斷 先 我們講說 斷惡修戰 開始 諸惡莫作 眾戰奉勳 這樣子下手 你像我們講說 三十七道平 那四正琴裡面就是 以生惡 你叫 令其斷 惡念生了 馬上放下來 未生惡 令不生 那 未生善 令其生 看到人家這樣子 那個 辛苦啦 這可憐啦 憐憫 沒有生這個 這憐憫心 沒有幫助他 讓他 生起 那 以生善 你知道 以前你就有這個 幫助人的習慣 已經生了善了 你要 令增長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三十七道平裡面的 四正琴 不斷這樣子 因為善 你不住善 念念都是善 那就是我們 跟信頭相應的了 那是我們本善 本善是跟信頭相應的 他因為他不住善說 我來世要奪到什麼 我修這個善 修 布施才來生奪到福報 沒有這樣的心啦 念念都是 化為本善事 那跟我們信頭相應的 那跟我們信頭相應的 所以說真正的守本真心 什麼叫守本真心 念念跟信頭相應的 那就是守本真心 不為自己 那大聖佛法是 不為自己求安樂 但願眾生 得離苦 那是跟信頭相應的 那我們眾生都是什麼 都是為自己求安樂 念念都是自私自利 那變成獨善其身 也沒有天上天下 大聖佛法就是 但願眾生求離苦 不會自喜求安樂 念念都是 忘了自己 幫助別人 把我們自私自利的心 慢慢進化了 我自淡了 那跟信頭相應的 那個我 那就是千丈天下 為我獨尊 那個佛信的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道理 懂得這樣道理 慢慢從這樣子 從四六度達到三輪體空 乃至到了正進六度十度 那就是我們從信德顯發 我們修德顯發 我們信的一個方便 你讓到為真正到了這 全善無惡的時候 那就是達到自盡其益了 所以我們講說 什麼是諸佛教 諸佛諸佛諸 諸佛諸 再來眾善奉勳 到最後 大聖佛法就是眾善 自盡其益 化為信德化我們本分事 幫助眾生化為我們的本分事 心念慢慢自知自於的心 煩惱心慢慢進化慢慢進化 那就跟信德相應的 那這個都是修行的一個 下手的一個方便方法 當我們心念念都是跟善相應的 那就達到了自善圓滿了 到自善圓滿的時候 那一切善惡之法都是佛法 通通都是佛法 你看 所以我們的因地心非常重要 你常常這樣熏熏熏都這樣 我們看起來好像 好像這個佛法好像是什麼 看起來好像是惡法 但是我們看不出來 他真正知識行正法 所以有一句話說 正人行邪法 看起來好像惡法 邪法也必正 看他罵他對不對 很凶 罵他 他在為他好 他不是誠心 像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 我們講 甘怒法 憤怒監鋼 看起來是惡法 但是他是教法眾生 那就自善圓滿了 所以正人行邪法 邪法也必正 邪人行正法 正法也必邪啊 他看起來 你看他出出都為自己 哎呀都是為人民 我選中的都為人民 他都為自己 再來施利 那就邪人行正法 正法也必邪 所以我們了解了 所以說這個 真正的 到了這個 我們自戰圓滿的時候 就如同我們講說 父母親對小孩子一樣 他看起來 在出出的耶穌他 從中的罵他 他就為他好 一樣 所以說我們講說 天下母親都是 都是希望自己的小孩子 使你能夠成龍成鳳的 因為他心地 因地心就是善 是跟信德相應的啦 所以正人行邪法 看起來是邪法 那邪法也是必正的 那邪人行正法 是為了自己自知自律 表面看起來都是讚的 但是 對人很客氣 哇 就很有禮貌 對不對 他都是為自己啦 都為自己的利益 就好像選舉的時候 對不對 都是為 都說為地方繁榮的 哇怎麼樣 到最後開了很多支票 那最後呢 都是自己的 有得到商業的利益啦 為 這個 跟企業財團 自己得到利益 都是為重鎮 都是為人民的利益 其實都是為自己 那就是 邪人行正法 正法也必邪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之後 我們再 對這個 經上所講的這個道理 能夠 真正的 體會到 原來我們世間 都是三二相對待的 我們真正的信德 他是 真正是至善圓滿的 真正的佛法 就是告訴我們 恢復到我們信德 結代一心 所以說 一則 可以講 一則善 奧者不善 這是相對待的 善惡 相對待的 那佛信是 非善 非不善 佛信 他沒有便意的 他不是善惡相對待的 聖民不奧 不善 不善 簡單講是 有體有用 體用不善 那我們再把這一段 孕之以戒 凡不見道 智者了達其信無奧 無奧之信 即是佛信 你看這個孕 孕就是五孕嘛 受受享行事 戒就是之八戒 炎老鼻舌生意 六根接觸六層受生香味 這六層加上掩飾 這八個 掩飾 你看 那就是六三十八 六個嘛 六三十八 就十八戒 吼起來就十八戒 根層式就十八戒 那我們現在根層式不斷的作用 產生了四心 好有這個夜市 種子 那根層接觸的時候 那種子取先前 先前全種子 啦 插那插那的香氣象 心象就是像電一樣 一繁一繁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它當作只有的 藉著現象 我們就 處處都只為只有 所以我們人 在人間有人的夜市 但是我們在天上 天上 它只為只有 那天上有天人的夜市 所以說這個四 慢慢慢慢 瞭解的是希望的 心都越來越親近了 你才真正的回到最後 圓的親近 那個心 不染萬近的那個心 沒有相對待的 清清楚楚明白的 這個那個 那個心 就是我們真心 它的急躁 一接觸就明白 一明白有自然的作用 它不經過我們的 這個心意識的 所以說 運之以戒 凡夫見傲 都是相對待的 都是我們 境界 外面境界 就是我們心 變現出來的 我們不知道 凡夫見傲 我們凡夫見傲 我們凡夫見的是有 相對待是傲 有我和我所 有正報身心 有一報世界 和外面的世界 有能有所 所以我們凡夫是有 佛保奧子 當我們經過修行 藉著行六度萬恨 藉著我們慢慢捨 慢慢的把我們的內根深 外具界統統放下來的 心念止息了 那就如同 那眼睛講 狂心頓心 智歇歇至菩提 狂心歇下來了 真心就顯現出來了 所以真正的 智者了達其心不好 有智慧的人 就智者就有智慧的人 知道 其實境界就是自己的心 生出來 就是自己的心 顯現出來的 能手都是自己的心 就像網上做夢一樣 夢裡裡面有五韻 有感受受作響行事 夢裡感覺有十八戒之法 但是夢一醒 通通都是 原來是自己的心 所以智者了達其心不好 其實這五韻超出十八戒 都是一樣 它都是指我們 都是指我們的 宇宙人生萬法 我們對於宇宙人生萬法 身輕世界 凡夫以為是有奧 以為是有能有所 有正暴身輕易暴世界 極 有 所以凡夫是有能所 所以是凡夫見奧 智者了達其心不好 開悟人 知道 它不是奧 這通通都是同個性 像夢中境界一樣 夢還沒醒的時候有奧 夢一醒通通都是自己的 一心而已 所以我們不斷的在了解這個道理 知道這個 佛法是不奧之法 了解通通都是我們心變現出來的 當我們真正了解的時候 雖然有相對 看起來有相對的 心是平靜的 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 有相對能所 但是我們在相對能所 我們自知自立的心 常常都是有相對的 有生起這個 我們講說歡喜啦 憎恨心就來了 但是我們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 我們就隨眾生的分別 然後分別 因為我們還在人間 所以自己 沒有這一種的這個 自己了無分別 自己心都親近的 我們能夠以前都是自知自立的 現在能慢慢的轉成的能夠立他的心 真正立他就是立己 因為自察是不奧的 我們才能夠達到真正的 以六度四六度 從四六度到你六度 才能夠真正轉成 趁性六度十度 那就是菩薩的修行啦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 凡不見到 智者了達其信不奧 無不奧之信即是佛信 好我們今天時間 過了我們就到這裡 不奧之信即是佛信 會對這個 訓地法媒 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清楚 不斷的訓 這很重要 常常訓 訓了又忘掉了 那訓久了 那再加上我們這個 這個日常訓的就是起觀照 平常沒事的時候 再靜坐 這相輔相成的時候 會真正的佛法 真正大盛的了義的佛法 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清楚 那心清楚了之後 沒有煩惱了 心放下來就是智慧了 心能夠奪定就是智慧了 所以我們講佛法是 勤修戒定慧 洗滅貪生痴 這個一個最基本的 但之後 我們了解實相的時候 我們再次掌控之中 去觀照 知道 因為它沒有實體 延起 現功 現功延起 好 我們 各位大臣 我們去合掌功念 為相敬 願於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皆共存佛道 我們來看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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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看見到 第一片 一票 一個最美的 最美的 反映 似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